CBTV的國情講程 歡迎收看CBTV的國情講程 今天錄這個節目的時間 舉行行政會議 完成行政會議後 剛剛宣佈通過新方案的一個 立法會選舉替補出決的安排 根據新規定 任何立法會議員 因為病重辭職 離世辭職 離世母 或者自己主動辭職的時候 由同一個名單的人補償 但如果同一個名單沒有人的時間 就變成要找最大 跟之前的舊法一樣 找最大餘額的落敗者 除非連這個落敗者都不肯 全部落敗者不肯 才會進行補選 全部落敗者不肯 沒有可能 但是這個突然間轉召 其實剛剛在七一遊行三天前 擺到明想點 十分明顯 是的 第一 我們未講這個機制版本之前 我們想講的是 政府的尊嚴何在呢 完全不做諮詢 你便拋出原先的方案 這個原先的方案那種荒謬的程度 簡直是任何市民都覺得不可接受 即是你侮辱市民的智慧 現在大家紛紛批評你 反對 又面對七一遊行的威脅 你又拋出另一個版本 即是你政府做到這樣 將法大亂離了大譜 經常去打毛波 真是令人覺得你的政府不知所謂 難怪現在的民意調查 紛紛反映就是 這個政府的支持度已經跌到低點 比董伯伯說腳痛辭職的時候 你真是醜不醜 董伯伯都辭職了 你現在比董伯伯的時代 你現在你遲不遲職 你唯一死賴的就是 還有一年而已 不要搞那麼多事 被他捱了一年 情況只能夠這樣 尤其是轉軚 都已經不是很多 即已經不是一次或者多少 六千元 六千元都更容易理解 即是你本來是撥入別人的賬戶 要好幾年 或是好幾十年之後才能申請 現在馬上給 都更容易明白 這個轉軚真的難以接受 尤其是派錢或財政預算案 之前都叫做過諮詢 這一次就是林翠林 可能都不是他想的 已經是上面想的 在一個沒有諮詢的情況之下 就強行推一個叫做原科案的東西 這個強行推的時間 當然大律師公會 和香港律師會 兩大律師公會 出招都說不行 是的 教政治那班朋友 支持公投那些 反對公投那些 都出來 有沒有搞錯 這樣不能夠接受 即是我們一班 在大專院校教政治的朋友 不管在公投問題立場如何 補選聯也好 公民黨也好 都出來都說 這樣不對 尤其是這樣的茅波 除了現在還有工程界 資訊科技界 大專學界 現在搞到連中學生都說 出到來 要反對這個逮捕機制 即是各家各面都說反彈 都對這個人有反彈 是的 連葉劉都出來說 喂 我那個23條 都有三個月的資訊 你這個 是不是功力比我更高呢 不用資訊就說要過呢 擺明現在就是 就是 遲到一件事 可能就是臨帥倫功力更加高 做這個幻象心 是不是 原本就 即是 不理民意 堅持出一個爛方案出來 之後就改一改 好像正改方案一樣 改一改 但是就不做諮詢 想著這樣就可以協助這個 建制派的投票通過 但是其實 這樣改法有幾個位置都是 即是 你預料了 大陸司公會也是會吵 對不對 即是根本上你是沒有問過 諮詢過 或者理會過人民的意願去 剝奪一個人的人權 是的 講來講去就是 為何會有這場鬧劇呢 就是因為北京對公投這個提法 非常非常敏感 因為公民黨社民聯 又說辭職變相公投 哇 北京驚起上來 當時大家都知道 本來自由黨民建聯 其實都有人無權策掌 準備參加這個補選 反正他沒有輸的 是你那些人有辭職 如果我贏了一隻 就有便宜可檢 輸了都沒有壞 反正都是那五隻 都是你們辭職回來的 一點損失都沒有 本來我們看到他們 最初是磨拳策掌 又說嫻姐出不出山 田少又開始動員 結果 因為爺諾命令 不准 要全面冷卻他 打擊他 於是便說 這麼少人投票 而且現在再進一步 以後不准有人提 這個補選變相公投這回事 便有這場鬧劇 以至現在這個新的 所謂方案 到最後 那條底線 林公公的底線 特區政府的底線 北京的底線 都是無論如何都不保選 即是在一個圓名單上 移屜都好 移屜都好 移屜都不到 諸如此類 所有落敗的人 所有落敗的人都不肯做 才可以保選 你真是司馬超之心很清楚 講來講去就不准補選 不准說補選變相公投 因而又有這場鬧劇 而這場鬧劇相信都繼續持續一段時間 亦都令到大家民憤覺得 為什麼這樣呢 聽都不聽之餘 也是一個荒謬的表現 就算你說改了由同一個名單出拳 我們慣開補選 現在就算人們說補選的情況下 也等於單議席單票制 但也不是這樣做 尤其是一個投票的規定 講真一句有時限 你不可以說可能三年了 有個人實際辭職時剃補 可能三年的時候民建聯的民望都不同 國大政黨人馬領袖參選人 都不同民望 不可以這樣做 我們講過機制之前 其實最要強調的一點就是 你現在仍然說不諮詢 是很不公道 為何要不諮詢才可以呢 既然一個這麼關乎選舉制度 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你理應諮詢市民 而且亦都毫無緊迫性 你現在講立法會的選舉 你一點緊迫都沒有 你剛剛現在還在選舉 這個區議會補選 我們都看到區議會補選 立法會選舉的補選問題 逮捕機制問題 都是很遠的 為何要馬上做 又要完全說不准 不准諮詢 不准諮詢 以前那個版本 亦都充分證明 你政府是未能思考詳細 完全違反民意 完全違反人權憲政的基本原則 你都拿出來 人家罵了 你現在又縮沙 又轉態 又拿出來 又說不准補選 對不起 不准諮詢 而且講來講去 他都說要所有落派的人都不願意做 才容許你去補選 哇 即是越來越離譜 越來越高壓 真是怎樣對得市民主呢 而且因為這個是一個選舉的制度 即是一般所謂遊戲規則 大家一定要對那個遊戲規則 如果你是動搖的根本 在遊戲規則方面 令到人家嘩然 令到人家覺得 遊戲規則原來是 會不會違反基本法 會不會違反基本人權 都提出種種疑慮 提出種種的質詢 提出種種的反對意見 這是破壞整個選舉制度的根本問題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不是說誰不做就輪到誰做 那麼簡單的問題 尤其是現在 其實做得的事都相對有限 是嗎 只可以 說要 真是 即是私客覆核才可以搞得到它 其實對於一個人民 或者公民來說 其實比較絕望的一個情況 即是不尊重民意去到這個地步 即是有些嘴唸 尤其是護航的嘴唸出例 譬如說 立法會三分鐘發言 都好像諮詢 但這不是真的諮詢 立法會幾時都有 甚至原本是爭取不到 想著連這個公聽會也不可以搞 是 我想其實 那個根本的情況 根本的原因 講來講就是 爺爺反對任何公投的意識 於是 特區政府秉承爺爺的旨意 亦都想著爺爺的路線來的 爺爺的路線的政策來的 自然會數夠非 就是這樣 於是就不用跟你諮詢 不用說那麼多 即是這種情況 你唯一能夠作出的反應就是 即是七一不能不上街 我不管你說什麼都好 即是政府墮落到這樣的程度 我覺得我們市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 真是繼續抗爭 休息回來再講一講一下 這個替補制度 以及替一替七一會見不見的狀況 休息回來再談 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回到國情講程的時間 我們今節就繼續探討一下 一個逮捕機制的問題 林瑞倫局長就以五區公投的一周年 之後的一日發表這個 我們都不太相信會推倒的 一個東西就是這個逮捕機制的方案 不做諮詢 想著梁美芬說一說 怎知道被他博仲 願望成真 在這個逮捕機制裏面 亦都荒謬絕倫上一節 亦都講過不再重複 但是他以五區公投投票率低 所以要導致漏洞 但是有時區議會的投票率更加低 川代表選舉都更加低 你不可以用投票率低 再加比例代表制這件事 所成為一個叫做 倒截漏洞的原因 講真一句 講謊也講得好一點 是的 我們看看他現在所說的逮捕機制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呢 現在這個新的公布的版本 其實都不是好 都不能夠接受 只不過都好過以前那個 沒有以前的那麼荒謬 其實我們都要問問林瑞麟先生 為何你不早就拿這個出來 你給別人的印象就似乎 好像騙得就騙講價 先開價十萬 你十萬不肯 八萬八萬不肯 又五萬 即是能夠收多少 捏得多少就多少 政府做到這樣 似乎是推銷完做特首 賣東西而已 沒什麼所謂講價而已 多少就多少 有得殺就殺 這樣的作風真的令人覺得很難很難接受 好了 我們認真對待這個現在的版本 剛剛今天通過的版本 我們想問的是 人家用這個版本 通常是因為 那些選民投票提到政黨 政黨就拿一個很長的候選人名單 用一個比例代表制 數下去 因為選民基本上 就很相信政黨 投票也都基於對政黨的支持 基本上就不會問你 阿甲阿月 只不過按投票所得的比率 於是就一路數下去的名單 就是這樣的情況下運作 大家都知道 今天香港的政黨制度 或者我們的政黨都不是很成熟 很多市民其實 都仍是認人不認黨的 可能認得那個人 就未必認得那個黨 很多人會認得 是若微 或者是何俊仁 有時他可能真的不知道 若微是公民黨 還是民主黨 真的有些這樣的情況 既然是有這樣的情況 這個制度就不太公道了 再者 我們也知道 很多時候 我們現在的政黨 在現今的投票制度下 選舉制度下 可能會分拆選票 一個黨出兩條隊 有時甚至可能是三條隊 尤其是你現在看到 新東新西有九席 可能真的三條隊 過去 民主黨也有策略 是否算選票責任區 過去 上一屆 新西民主黨也有三條隊 現在新東新西九席 很多政黨都可能會考慮兩條隊 三條隊 更加不適用這個機制 因為這個機制 剛才也解釋過 基本考慮就是 選民是投黨 不是投人 之後 根據比例代表制 有一個相當長的名單 這種逮捕方式 比較容易接受 亦合理 首先 香港選民可能是認人不認黨 香港的選民要面對政黨會拆票 即是幾條隊去選同一個選區 已經令到大家覺得 這個新版本也不太適合 說來說去 為何不可以直接了當地舉行補選 有甚麼原因 因為爺爺不喜歡所謂辭職 變相公投這個理念 就是這樣 畫公仔 不用畫出腸也知道 究竟發生甚麼事 你要來執行主旨的旨意 就算了 但是執行的議事的時候 很多很荒謬 亦都很多嘴唸出來 幸好除了香港的各界 包括大律師公會 有出來說話之外 林瑞麟有時候 都自己開口及著力 有人外國都看不過眼 話說林瑞麟都說 德國是用這樣的逮捕制度 他在傳媒說過很多次 激到德國議會議長 親自寫信回答評報 說不是 我們都不會這樣做的 我們只是在政黨票這樣做 其他另外一部分非政黨票 一樣補選 人家斬釘截鐵 告訴大家是這樣的 香港還未有政黨分配案比例代表制制度 德國和日本的制度是這樣的 就是差不多一半的議席 就是政黨的名單 比例代表制輪下去 一半左右 就是拿出來 是單議席單票的選區選 所以政黨的選票名單 政黨的選票名單 比例代表制才是這樣的 那些單議席單票選區 就不可逮捕 我們再進一步看看 現在這個比較合理一點的制度 合理一點的制度 不合理的地方 如果是一個政黨 在香港的情況 你也可以說 排第一的候選人 排第一當選了 他有種種原因 不當議員 第二個逮捕 我們想問的就是 即使是這樣 也有兩類的問題 第一類是小一點 第二類大一點 第一類的問題 以前也有人提過 林公公自己也提出過 就是會不會出現一種情況 有一個很有號召力 得高望重的 快要退休的議員 他是帶隊選 他是帶一個新血 這個新血 其實很多選民都不知道 不認識他 也不知道信不信他好 但這位很有號召力的人 做了一年 甚至六個月 可能是三個月後 甚至我們極端的說 兩個月後 一個月後 我不做了 第二個補償 選民可能也說 當初我們說 很多選民都是認人不認黨 當初我明明選阿甲 現在阿甲做了幾個月 又說不做給阿玥,我都不是很相信阿玥,我都不是很喜歡阿玥 因為香港都經常有這種情況,選民都有個情意結 對於政黨也好,他可能很喜歡政黨這個阿甲,就很不喜歡這個政黨的阿玥 阿甲排第一,阿玥排第二,阿甲又說不做,名益阿玥 很多選民都覺得不太合理,這是第一種情況,也不算太不合理 更不合理的情況可能就是這樣,就是同一張選票 阿甲這個政黨是因種種貪污大的醜聞被迫辭職,甚至要坐牢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阿甲不做議員,我就要照顧阿玥呢? 更加不合理的,大家對黨的形象和支持度都可能出現很大的改變 當初我選這張選票的時候,我覺得他們廉潔 我相信他,原來他是一個大騙子,又怎樣怎樣怎樣,現在坐牢 我沒有理由相信他的助手,阿玥都做議員了 因為我根本不相信阿甲,你給我一個機會,我不投阿甲 現在他坐牢,你又這樣保上,又合不合理呢? 議員坐牢,香港也不是不試過的,在外國也時不時有出現 即是貪污好,種種原因好,這種情況就完全不適合逮捕機制 阿甲我選他的時候,我相信他的,現在我對他完全不信任,他坐牢 你又說,給他的助手阿玥補上 於是我們同樣看見有這類漏洞 講來講去就是,為什麼不乾乾脆脆 就是有脫就補損 為甚麼不可以補損呢? 唯一就是花少許錢 一個最公平的辦法,浪費一些公帑 或者耗費一些公帑,值得 只不過是阿爺不喜歡補損公投,變相公投就是這樣 我也記得,有波蘭的國會 那些議員們參觀一下香港的立法會 會直上,劉剛華還是譚耀宗 劉剛華跟他說這個逮捕機制 立即說,不行的 之後就劉剛華說一句,但是浪費錢 之後就說一句,自由是價錢 這句我相信已經說清楚整個逮捕機制的荒謬之處 如果純粹說選舉的費用來講 其實都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 例如,所有議會內閣制的政體 都容許執政黨選擇適當的時機去進行選舉 例如,英國規定五年一定要選一次 日本規定四年一定要選一次 但是,執政黨不是要五年才選一次 通常有時兩三年就會選一次 因為他覺得時機對他有利 你不能說,本來五年才花一次錢舉行大選 你兩年就... 默了,要花錢 大家都沒有這樣的感覺 從來都沒有聽到有人提出一個理據 說不可以這樣做 即是你講來講去 最簡單、最公平的方法 剛才我們已經講過 就是進行一場補選 現在我們看到區議會經常都是這樣做 也都... 你也講過有時投票率很低 諸如此類 但這個畢竟都是直接了當最公道的辦法 那七一沒有辦法 即是大家一定要上街 即是沒有辦法 今集過程講程到這裏 我們下一集再見